字柴TV 港股走勢話理智 今天港股方面受到兩個因素的夾擊 一個是上證 上證今日跌了2.7% 拖累港股今日也下跌 另一個因素是期指的結算 期指結算影響到港股的投資者方面交頭淡淨了 因為入市人來說方向性不太明確 今日指數波幅192點 行指收市價20885點 下跌了161點 成家方面微微增加了 有553億 先在圖表再看走勢方向 今天的港股走勢來說 其實就不太好 因為上證方面國內股市拖累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看走勢 你畫兩條線 這個部份左力線 好這裏 這個就是支持線 今天來說也適合用的 預算左力位上21582點21582 下面來說20595 20595點 大股方向來說 未有個明確的 所以都應該要觀望等待 不過有時你說個別股票有沒有一些可以選擇 也有 炒股不炒市 有隻股票66 港鐵 港鐵來說又說要加價了 留意到什麼呢 這個圖方面來說 腳 腳來說這裏都比較長的 還有現著來說 去到一些高位 有機會想破頂的 所以你說要留意到一些個別股票哪一隻 港鐵有機會破頂再上 腳那裏是比較靚 陰陽燭方面 平均線來說 其實都有機會再上 一破28元來說 動力就大很多 所以要留意股票來說 港鐵留意一下 今天收市來說27.8 跌了1毫子 跌幅0.36% 成家方面來說 有4100萬 這裏股票留意一下 另外提回大家 今晚來說美國有經濟數據公佈 是2月份的內用品訂單 今次的數據來說 比較上市來說會好了 留意今晚美國的變化 明天再見 拜拜